你如果没有办法用最新的科技 来协助你做决策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数据真的会讲话 数据会讲话 所以你看年金改革 如果这个案 要做这个决策 各位 我常常讲说决策这个事情 你大决策底下 就要马上做很多小决策 小决策底下就马上有很具体的一个 必须达成的目标 所以比如说以大决策叫做什么 上兵发魔 孙子兵法说我们要有魔力 大决策 但那大决策底下你看 就要什么 其次发焦 我就先透过外交手段 去看看什么 看看我这个有没有办法 透过外交去把这个目标达成 如果没有办法什么 其次再发兵 我就派兵先来头前去观察一下 看敌人的虚实实力到底多少 发兵再不行我就攻城 目标就很明确 所以你看决策这种东西 它是有什么 环环相扣 企业的决策也是一样 环环相扣 当年你看 1981年我后面有一个案例 这个IBM它想要让个人电脑上市 但是当时苹果电脑已经 整个个人电脑的市场 它已经差不多吃满了 可是各位你想看看 这个IBM它就想说没有关系 你苹果电脑虽然已经上市 但是我有办法打倒你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是全世界大电脑 那个机体电脑 大电脑的全世界的霸主 当时整个大电脑的市场 有300多亿 而个人的桌上型电脑 个人电脑才差不多10亿的市场 所以本来IBM它不会看这个小钱的 可是它想到很远 任何一个决策都要想很远 为什么 因为它想到说 未来电脑一定会越来越小 叫做轻薄短小 会越来越小 所以他们就决策要怎么 快速进入 这个是目标 快速进入 个人电脑市场 为了要快速进入底下 就马上几个小决策 就跟着要来了 怎么来 你看 它就第一个 大量的广告 好一点 有钱的有钱 每天都看到IBM的 个人电脑的广告 第二个你看 通路的策略 我现在有企业通路 因为它的大电脑都是企业在用 那苹果都是教育市场 刚好两个有市场区隔 然后IBM就讲 你这个企业通路你打不进来 那我教育通路我可以打 所以它广开通路 第三招你看 从这个广告策略 到行销策略 到通路策略 你看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系统 开放系统 因为苹果电脑 它是封闭的 闭锁的系统 它现在什么 它现在开放 那开放系统 当然后来有很大的影响 可是因为它要快速进入 所以它就认为说 人家买我的硬体 我应该同时有软体 这样人家才会软硬 今天是会喜欢买我的产品 所以它就开放内码 开放里面的设计的技术 给一些软体的工程师看 看完之后 这些人回去帮它写程式 所以它的电脑你看 一年不到就上市 而且全部零件都外购 包括那个Mstores都是外买的 它的这个CPU都是外购 它本身自己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组装跟设计 这两个是IBM它很强的项目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一个大的决策叫做快速进入 个人电脑市场 底下就跟着四个小决策 而这四个小决策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要快速进入 所以它第一年还不到 就进入到个人电脑市场 第二年有得恐怖 就把整个个人电脑市场 吃下三分之二的市场 第十年 所以我跟它说这叫快老二策略 那为什么叫老二呢 因为它永远没办法做老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开放内嘛 台湾的厂商马上全世界第一个出来 叫IBM Compatible Computer 叫IBM相容的电脑就出来了 所以全世界很多人都卖电脑 开始卖什么 IBM Compatible IBM相容电脑 所以变成IBM后来放弃这个 个人电脑市场 它卖给大陆的联想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 因为它就发现 我当年这个决策 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就决策本身的观点 它有达成当时时候 要达成的目标 就是要快速进入 但是你看IBM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任何一个决策 它所后面带来的影响 你必须事先就要去思考 我们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叫做决定 人生叫决定 我们人生每一步路走错 就影响一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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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